他们可以挡住天上的太阳 但是他们无法挡住 民主的光芒 京师是守善之地 我们绝不能允许 那些 虔精的遗老遗伤们 带着 马尾巴做的假辫子 在这儿招摇过世 我们也绝不能允许 张勋 复辟的阴谋得逞 反对张勋复辟 誓死为虎共和 反对张勋复辟 誓死为虎共和 反对张勋复辟 誓死为虎共和 反对 誓死为虎共和 反对张勋复辟 看 荔容易上的假辫子马尾巴 抓住他 抓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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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让他们走 不让他们走 反对张勋复辟 反对张勋复辟 誓死为虎共和 神灰狂 反对战士士兵 有没有 没 没看到 我那边看看 我那边 听他 警察 那边是乱套吗 快听他 千民大街那边的刁民和学生 正在煽动民众反对朝廷 你们为什么不管 对啊 干什么吃的 杰大 你可看清楚 我们穿的 它是民国的官营 再呢 这民国的大爷帽 朝廷的事情 我们管不了 放屁 我告诉你 宣主皇帝可又登机了啊 你们不好好替皇帝小脸 还想不想要你们的饭碗了 小子 你快听好了 我们拿到他是黎大宗主发的薪水 宣主皇帝又去帮我们的饭 我们算得上给他办活吗 行 没错 算你们很 走一遍 还给他们废话 咱们分头去找变地人拿对着 这就对了 让啊 快 走 司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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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问错 那边有人山洞民众反对朝廷 在哪儿 跟我走 来 向这儿 走 快 快 让开 让开 反对将军服务力 誓死为护共和 反对将军服务力 誓死为护共和 反对将军服务力 别喊了 别喊了 誓死为护共和 别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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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贬子军马对马车就要到了 快散了吧 快快快 赶快放了 大伙分头走 不要乱 快快快 把东西收拾一下 我们去东边接着讲 快走 快走快走 快快走 快快 赶快走 快啊 快啊 老公 一样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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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火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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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an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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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子 等着我 什么东西 你尝不了 来 把个 prioritize 来 现在 wiel 姐姐派 一切 老公 让着 小心过 让着让着让着 这边 快快快 来 让一下 来 结果 结果 先生 以往小路跑 过来把边局引开 咱们从我们进来 不行 这边 快走啊 没时间了 你小心啊 抓那个大胡子 快 跟上 先生 快走吧 诗言跟我走 跟我走 跟我走 快走 你怎么回来了 诗言跟我说 诗言跟我走 诗言的编读人在抓年纪的货 我就赶过来了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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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呢 挨家阿虎搜吧 傻蛋 这么多房子 怎么挨家阿虎搜 北大 他们一定回北大 走 前面 赶紧的 先生 快先生干什么 先生 先离开北京 你们闭闭疼头再说啊 不行 我不能走 我得守着贾寅啊 贾寅已经被查封了 遗憾信任由 走到北拉去了 那我也不能走 诗言 兄弟 先生 让你请到南方躲一躲 别犹豫了 赶紧叫我先送你到天津 先生 你快走吧 我去跟正府先生说一声 小学 走走走 快走 快走 诗言 你们小心啊 好 让让让让 大总统林元宏 不听两鼎分劝说 拒绝辞去总统职务 以一致东郊民向日本使馆区避难 孙中山在上海发表讨逆宣言 号召组织武力 讨伐张勋 南方各大省会 均在筹备召开万人大会 声讨张勋复辟 另外 好了好了好了 不用再念了 你将一将我们北大的情况吧 大部分师生还是反对复辟的 有一些学生已经自治了横幅 小齐准备要上街游行了 还有一些学生这一大早就自发地 到街上去宣传和鼓动民众了 校内也有极少数的一些 拥护复辟者 比如说顾鸿鸣 据说是将被认为 清廷的什么外交部侍郎 那个刘师傅有什么情况吗 那也没听说 接受 有几十个技术 没事 就在这儿说 都是自己的同志 学校门口来了辫子军马队 声称要主打反抗朝廷的叛逆 他们要拿谁啊 名单上有文科学生顾新刚 邓中下等好像还有李大钞 岂有此理 通知门卫 紧闭校门 绝不能让辫子军的马队 冲进校园 你这样赶紧给我备撤 好 太空 你不要激动 我料定这个张勋复辟啊 是一场闹剧 成不了什么气候 我们还是以敬代变的吗 中博 如今北大已经成为新文化的标杆 在这种大势大飞的面前 我们必须把态度给它亮明了 我要去辞职 我要去抗议 我要去教育部 你这时候去教育部干什么 这人都学校了 中博啊 政治啊 他是门大学位 既然辫子军注定是谈话一线 那我就要大作文章了 为我新北大做点贡献 不好吗 还是那老头子教话 佩服 我看 赵先生 你跟着先生一块儿去 路上不安全 不用了 我一个人去就行 关键是 让李大昭赶紧出去闭 放心 首长已经离京去了上海了 太好了 我走了 走 开眼睛 每个人都在与你 那个手转下 停下来 自己在庞子 扫导 这才交给你 你看 是 流 我在这儿 蔡公 您来了 玉彩 你这是 好 我想来表个态 免得日后 他们说我跟张勋同流合污 好 我就说你玉彩不会自甘落后的 来北大教书吧 北大倡导的新文化运动 也需要你玉彩参与西中啊 我听蔡公的 回去吧 既然态度表了 此地也不要久留 我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要拜托你 你有时间呢 抽空上我那儿去一下 好 蔡公 这兵荒马乱的 您到这儿公干啊 和你一样 来 看啊 见面马上就要到 范董长 蔡元培校长到了 快请 您看 蔡校长 您请 这儿公干吗 你 你 笑什么 为什么要笑 现在时局发展成这样 还笑得出来啊 建民兄 我是笑博堂兄神机妙算 他早早地就给我拿来了好茶 说一会儿啊 蔡建民准来帝辞城 让我沏好茶候着 我啊 是来向博堂兄请教的 你说是怎么回事 怎么一夜之间这北京城 就成了辩子军的天下呢 闹剧 这今日的段祺瑞啊 要出兵欧洲 而林彦宏呢 又不愿意让段祺瑞专政 要说果呢 那就是林彦宏上了张勋的当 张勋上了段祺瑞的当 此话怎讲 林彦宏请张勋 协调离段之争 结果是引狼入室 张勋受段祺瑞的怂恿 让林彦宏退位 小宣统复位 小宣统复位 结果是天怒人怨 遗臭万年哪 郭段兄啊 那你说说 现在这个时局 会如何发展呢 现在全国都在声讨张勋 段祺瑞在天津 已经发布了讨逆席文 并且组织了讨逆军 准备攻打京城 这张勋那区区的五千辫子军啊 那肯定是不敢一击啊 到头来 段祺瑞肯定会卷头中来 既打垮了张勋 又赶走了林彦宏 还落得一个维护共和的名声 这 这是一时三秒啊 那既然如此 那我等该如何自处呢 我和静盛可以不动声色 静观时局的变化 而你呢 你呢 必须紧快地离开京城 避一避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非要我出去避一避呢 北大是新思潮的出头船子 一旦开战 要防止辫子打 狗鸡跳枪拿北大开刀 你跑了 那你北大和张勋就没有瓜哥了 将来 就是你在段祺瑞那儿的一个筹码 聪明 决定聪明 行行行 我就听你的 我回学校安排一下 这样吧 我今天晚上就去天津毕 好 行了 姐面兄 你拿着你的道具 到我教育部转了一圈 你就得了一手好牌 要说高 你比他高 来 但愿这场道具很快收场 你我 能安生你心 好 中复 中复 姐妈别跑 你听见了吗 这怎么了这是 出什么事了 这好像是段祺瑞的讨逆军 跟张勋的辫子军在打仗 离我们还远着呢 会不会都用打炮了 不会 段祺瑞和张勋都不敢向北京城里开放 放心吧 没事 你还说不会打炮 这是什么呀 可能是讨逆军在用炸药炸成本 你怎么那么肯定不是打炮呢 我跟蔡建民在一起做个炸药 就是童家 你说上海会不会打起来呀 年年和乔年不会有事吧 上海倒不至于打仗 最多 能乱几天 你放心 我已经托人带袖给汪汪泽了 请他照顾 年年乔年 爸爸 我害怕 别怕 不离开 好 我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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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军太阳太深了 不过来到小阳里地震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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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慢点 来了 来 谢谢 师傅 能去用一下这个吗 好 我拿去用 谢谢啊 没事 心里有点 拿来 开车 我开口 我们的一大方 野青人 清明 把面板的摇拔 小板魚 卻了五點裡高到 從命運的山雅島 大老是 保衛國國 大老是 保衛國國 請今天拿獨餐一下 長新佛肥高的世界不太平 你看啊 長疲 多疲 生疲 家疲 我們要生日子的故事 一定要少服我們老百姓 請請念那個請念心 要向天下去太平 那麼老子就要農林青 好 農林青 大罪風景 老衛國 大罪風景 要向天下去太平 老子一定要林青 老婆 給我來幾塊梨高糖 好嘞 謝謝你啊 新今年 李高糖 看一下新今年 李高糖 來來來 好好好 謝謝伯伯 好好好 謝謝你 謝謝你 來 吃糖 新今年雅醉 謝謝 不吃 吃怪糖會死啊 李高糖咧 李高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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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一名的 老弟日吃了股的李高糖 我買的糖讓你吃就吃 謝謝姐姐 謝謝姐姐 李高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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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你說這張學 為什麼非得搞復辟呢 搞得現在咱學也上不了 商店也關了門 也沒人買咱雜誌 就是 媽都不讓我出來了 說街上兵荒馬亂的 你說這個亂法 什麼時候能結束啊 我們這個國家 真是多災多難 共和還不到六年 就發生了兩次復辟 你們說這到底是因為什麼呀 我真想找個明白人問問 中國的出路到底在哪裡呢 年年 快找到你們了 司復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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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這麼兵荒馬亂的 還出來擺攤啊 您有什麼事嗎 王精嶺讓我來找你們 說北京來客人了 讓你們倆過去吃飯 來客人了 對 您知道這客人的名字嗎 叫李大舟 小年 我看看我看看 还这么高啊 汪先生 我早就听说 众辅兄家二位公子了不起 实惊不昧 侠肝易胆 今日一见果然是英雄少年 气度不凡啊 首长先生 我和乔年是您的崇拜者 您的青春 我们哥俩都会背 那我可太高兴了 我的那篇文章 就是给你们这些青年写的 来 坐 首长先生 咱们一部客厅吧 不用 在这儿就挺好 那您坐这儿 真不麻烦了 王先生 坐这儿吧 我这趟来势惭愧啊 仓皇出逃 狼狈不堪 众辅兄稍来口信 让我务必来亚东图书馆看看 一呢 是给大家报一个平安 二呢 了解一下 新青年的发行状况 三是多结交一些新朋友 给您添麻烦了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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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众辅怎么样 你父亲现在是个大方人啊 帮着蔡先生 在北大搞改革 搞得那是风生水起 办新青年 倡导新文化运动 办得那是有声有色 只不过现在时局艰难 每走一步都比较困难 能够日古一族 就算是效率了 这个首长先生 这次这个张勋复辟 对北大的改革有影响吗 北大倡导的新思潮 肯定会被张勋之流所不落 不过眼下看来 复辟必定要成 那么今后的形势怎么样 要看发展 那您对当下的局势 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局势不容乐观 众辅兄曾经有过一句话 说袁世凯之后 必定会出现一个军阀混战的局面 眼下大家都看到了 欧洲正在打仗 世界乱成了一国洲 中国呢 又是极贫极弱 像一盘散沙一样 内忧外患之下 恐难自立啊 那中国这个样 出路在哪儿 这一趟张勋复辟 伤了很多人的心 眼下中国的出路何去何从 恐怕看不出端倩 不过我们大家谁都没有放弃 那依您所见 无政府主义的理论 能帮助到中国吗 这个 我认为不能 我读过无政府主义的书 这个理论貌似有诱惑力 但空想得多 做起来恐怕不行 我觉得 克鲁炮特金的互助论 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而且是唯一的出路 燕姐 你看欧洲有哪个国家 是按照互助论的原则 制定国策的 你呢 现在还年轻 这个时候 不妨多看看 多听听 看问题像事情 切勿走极端 首长先生说得对啊 那先生来户还有什么打算 我打算利用这个时间 好好梳理一下自己的思想 思考一些问题 我还想到民间局看一看 我想看看真正的中国 到底是不是什么样子 李先生 您好 孟总 菜已上桌 酒也烫好了 请大家入席吧 那咱们边知边聊 汪先生请 来 请 请 请 调年 延年 谢谢 走吧 号外 号外 宣徒皇帝再度退位 便帅张勋出逃荷兰使馆 李源宏引咎辞职 冯国章代行总统 凤凤英雄段祺瑞 再度入席京城 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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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徒皇帝再度退位 便帅张勋出逃荷兰使馆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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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源宏引咎辞职 去哪 别什么 这都是行的啊 周近海坡 快快快快快快跑 各位 小心 蛤上 sixth 年快快快快快快快 vos whom 舔一半了 zero silk 有空 来 眼泼 这个位 是摸松满烟了 现在 水 以后租车辫子军进北京 华盛能接转户处 为了升班发财吗 有人跟着下起步 小哥 我看的不用剪了 留着吧 说不定以后用得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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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马不惧 年车 年车辫子军进北京 青龙人乐城鬼头 某进凤鸣江北州 摇曳 曹曹冬彼笑 战马扎子 喊 亲呐口 汤汤汤汤汤汤 邦当 嘶 耶 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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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洁民兄 你好雅致啊 哎呀 你的为人师表有碍观瞻啊 实在对不起 实在对不起 哎 羞愧羞愧羞愧 哎呀呀 来来来来 快请坐快请坐 快请坐 哎呀 实在是 实在是不雅 实在是不雅 哈哈 哎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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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蔡公 嗯 来 来 这什么呀 这一 蔡公你的辞职书 原物退回 这二 是段祺瑞给你的加奖令 和追加北大经费的首令 这三嘛 是教育部同意北大改革 和一揽子 招聘教授方案的批复 哦 采公 这可是一份大礼啊 没想到 张勋辩子兵 倒是给北大 一个额外的帮助 北大这下是 赛翁失马 胭脂飞腐啊 时局混沌 那些政坛大佬 那些政坛大佬们啊 现在都想拿你蔡元培和北大 穿个门面 你现在啊 那成了香波波了 是啊 段祺瑞再度出山之后 权力争斗势必更加激烈 而北大 反而成了世外桃源 赛公 这可是你大显身手的好机会啊 赛翁啊 赶紧恢复教学 让北大早日复课吧 有二位的定力相助 我蔡元培 一定竭尽全力 怎么样 今天晚上夜色聊人 你我三人一醉方休 好啊 好啊 拿酒去 好啊 各位先生 我今天心情特别高兴 我们总算是 拨开乌云见晴天了 由于全段时间战乱 北大被迫停课 现在麻烦终于过去了 我们可以安下心来搞教学 安下心来做学问 安下心来 来实施我们北大的改革方案 我还想告诉各位的是 我们北大的教学改革评评方案 等等的这些方案 教育部都批准 而且也给我们北大拨了教育经费 对 我们正在新建的教学红楼 马上就要竣工 交付使用了 这些都是全校师生啊 期盼已久的大好事 还有就是马上就要放暑假了 这个暑假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格外的重要 我们各科呀 要实行新学期的这个课程改革 教学管理 人才评评方案 文科是这次试点 我们请仲副先生给我们说一说 所有改革中 仍是第一位因素 也是最麻烦的事 这个文科教授的聘任 上一次会议呢 我们做了一个资格名单 现在教育部已经批了 那就没什么障碍了 下一步这个聘任工作马上就开始 现在麻烦的是解聘 尤其是外籍教授的解聘 北大现有的一些外籍教授 是民国政府通过教育部来确认的 学校只是象征性地发放证书 也就是说 这些外籍教授的聘任管理的权限 在教育部 学校只负责发钱 那这种体制就造成了 现在有一些烂鱼冲数的外籍人员 引起了校内很多师生的强烈不满 这个问题如果得不到根本解决 那北大的改革 那 我觉得就 天功尽弃 这个问题 在理科也非常突出 也应该有所改变 蔡先生 既然是改革 就要有职有权 我建议 把外籍教授的聘任权 收回学校所有 这样吧 各科呀 统计一下 看看到底有多少不合格的外籍教授 然后详细地 拿出一个材料出来 这国内教授的解聘也是难题 文科意见最大的 就是孤鸿鸣 不少学生都提出来啊 这孤鸿鸿鸣投靠张勋参与复辟 应该清楚处备的 他今天不来开会 就是他心虚 对啊 这不正是说话的 对吧 关于孤鸿鸣的问题啊 我们今天 就不在这儿讨论了 根据教育部的要求呢 校批议委员 要重新选举 教育部正在拟定 委员的资格和条件 关于解聘定岗问题啊 这个问题就交由 新学期的校批议委员会 来讨论决定 大家同意吗 同意 好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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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适回来了 胡适 胡适回来了 蔡公 你睡着了 那 我得满意笑的 我 你看看 我的痘子都掉了 你得陪我痘子拿 陈东秀啊 陈东秀 也就是你啊 能在北京大学校长室 这么肆无忌惮地说话 杰运勇莫怪 我太兴奋了 胡适回国了 后天抵达上海 我想申请去上海接他吧 让他早点回学校报到 你去接他 那这 这不是有点过了吗 蔡公 你为了聘用我到桑顾呢 我去上海接一位大财 这有什么过的 都说你陈东秀 这个目中无人 其实并不敬仰 好好好 反正你是文科学长 这是你分内的事 我不干涉 这是我分内的事 可是 这个后勤工作还得仰仗你呀 放心 我都被你想好了 真是的 这个啊 你要带到上海去 我们聘任 这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哲学系的博士胡适之先生 为北大的文科的教授 月薪是二百六十块大洋 这个你拿着 啊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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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可是现在 这胡适还没有拿到博士学位 这篇书就下来了 嗯 你忘了 当初我给你的委任状是怎么写的 原安徽高等学校校长陈独秀品学界 由堪胜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知识 这个啊 用人哪 他有时候啊 就是要让对手啊 他找不着反对的理由 这都是要变通的 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嘛 老兔了 叫吧 哎呀 等会儿 那个 胡适之啊 我只是看了他一些论述和诗歌 但是这个人的品德啊 还有性格等等这些我都不知道 我这都是听你说的啊 他到北大来 工资很高 希望他 能不辱使命 能不辜负我们的期待 他是魄力中的魄力 我相信我的直觉 我也相信 胡适不会辜负您的期望 蔡公 您找我 哎哟 易财兄 您来着怎么不告诉我呢 德浅说你找我 我急急忙忙就过来了 我给您介绍一下 这是北大文科学长 陈独秀先生 这是周树仁先生 久闻大名 如泪灌耳 易财兄 我早就想去拜访你了 没想到在这儿遇上 幸会 幸会 不看 不看 来 来 我们坐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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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 玉财啊 我呢 就是想给你啊 讲两件事情 一件呢 我想让你到北大来啊 教书 后来范园连告诉我说 做个兼职老师吧 保留你在教育部的工职 我想这样也好 两不误 只要你能到北大来教书 就行 你看 可好 财工您安排 我听命就是了 怎么样 玉财到北大来做文科的老师 你这个文科学长 就赶紧把他的课程安排好 太好了 这北大又添了一元主将啊 应该说 我们新文化运动 又添了一元主将 我形容玉财手里那支笔子 就像外科医生的手术刀 锋利无比 是啊 我们新青年早就盼望着 玉财兄的大作呀 还望玉财兄能多多赐稿 赐什么稿啊 到新青年 来当同人编辑吧 新文化 没有你这个先锋 那就是很大的缺陷 怎么样 玉财 重副先生刚才那些话 情真意情 这句都是希望你 能到北大来 怎么样 入伙吧 我听财公的 好 玉财兄 能入伙新青年 荣幸之志 太好了 今天真是个好日子 世纸 玉财都来了 财公 那我准备去上海了 远快去吧 玉财 回头等我从上海回来 你去我家 新青年就在我家 好 回家 回家 好 走啊 玉财 重副这个人啊 他就是大胆烈烈 无拘无束 建议 来 你请坐 我要请你做的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为北大设计孝辉 孝辉 好 那您有没有具体的想法和要求 我没有具体的要求 你玉财的想法就是我蔡元培的想法 蔡公 您高抬我了 我从来不奉证人的 我认为在当下中国 看问题最尖锐 最深刻的 你周术仁是一个 我相信你为北大设计的销毁 北大的学子 会世世代代地佩戴下去 永不退色 好 我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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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 给我吃一口 姐姐 给我吃一口 姐姐 给我吃一口 姊妹 别跟赫年抢 妈妈这正尖着呢 妈妈 给我尖一个吗 这不正尖着呢吗 马上就好了 别吃 赫年给我吃一口 俊曼 回来了 帮我收拾行李 我要去上海 去上海 对 什么时候走啊 明天一早 那我赶紧去趟前门大街 去前门大街干吗 去给乔年和颜年买点东西啊 我是去接胡适 胡适知的 那你去上海不见两个儿子啊 那碰见了就见没 所以喽 碰见了就得买东西 来 颜年来给他俩钱 我赶紧去一趟 别买太多啊 我就一个箱子不多带 行 就一个行李 你怎么拿这么多包啊 大包小果呢 你掏慌呢你啊 高俊曼 我说了只带一个包 他一下弄了五个 就为这两个小子吃的穿的喝的用的 他把前门楼子都差点搬过来 这俊曼也是 这孩子真好了 这还五个包 我看他有八个包 反正这么多了 也不差了几个 我又加了三个包 好 胡适呢 回老家了 回老家了 是这样 他母亲突然生病了 昨天上午来的电报 他下午就赶回去了 他让我跟你说呢 等处理完家事 就去北京任教了 这不昨天 我还想跟你拍不是电报呢吗 你不在路上吗已经 瞧见颜年呢 战弹学校呢 那我去济西 找市值 你去济西干什么呀 人家回老家去办事呢 你去了不肯添乱吗 那这样 你帮我拿这些包 去震诞学校 给瞧见颜年 把这东西送过去 要不东西都坏了 别别别去 学校你也不用去 我跟那俩小子说 让他们来见你 那我来这干吗呀 你 你别着急呀 你听我说嘛 有两个朋友 听说你来上海了 急着要来见你 谁呀 易白沙邹永诚 他们在上海啊 在上海呢 杜福兄 休联 重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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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protocol 重福 没事 teeny 快坐 来 你们 你们俩怎么凑到一块儿了 忠夫 我的部队被解散了 我现在在督军署 就是做个顾问 说实话 真没什么事干 这网 白莎在湖南教书 我们俩 唱在一块喝门酒 这回来护我是给乡军采购军货 他是我的顾问 白莎 白莎 你这夫子怎么也玩些火气呢 我怎么就不能玩火气 你曾经还跟财云培先生斗过炸弹呢 白莎 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吗 他去广州 见了位中山先生 中山先生跟你说什么了 军阀 大道军阀 大道军阀贪何容易 中国有多少个军阀 哪个军阀背后 没有一股外国势力 这幸好是 欧州在打仗 要不然就这帮西方列强 早就把中国瓜分了 可悲 可悲啊 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 居然没有一个 统一号令的领袖 这些个军阀 一个一个 以方唱罢我登场的臭我嘴脸 把政治搞得乌烟瘴气 乱气八糟 让人心寒 在这些军阀眼里 中山先生 竟然就是一个白色 共和国的缔造者 革命党的领袖 全世界都公认的 中国人 灵魂人物 现在却被一额的军阀 弯弄在故障之中 真是收集 这个国家完了